全球新闻中国播报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 据外交部31号消息 中韩双方日前通过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孔炫佑 同韩国国家安保市第二次长官南关标之间的渠道等 就朝鲜半岛问题等进行了外交部门间沟通 双方再次确认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 和平解决朝核问题的原则 重申继续通过一切外交手段推动解决朝核问题 双方表示为此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和合作 韩方认识到中方在萨德问题上的立场和关切 明确表示在韩国部署的萨德系统 按照其本来的部署目的 不针对第三国及不损害中方战略安全利益 中方从维护国家安全的立场出发 重申反对在韩国部署萨德系统 同时中方注意到韩方表明的立场 希望韩方妥善处理有关问题 双方商定通过两军渠道 就中方关切的萨德有关问题进行沟通 中方就构建反导体系 追加部署萨德 韩美日军事合作等 阐明了中国政府的立场和关切 韩方再次表明韩国政府此前公开阐述的立场 双方表示高度重视中韩关系 愿根据双边共同文件的精神 推动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发展 双方认为加强两国交流合作 符合双方共同利益 同意推动各个领域交流合作 早日回到正常发展轨道 昨天上午韩国外长康经和表示 韩国政府不会加入美国反导体系 韩美日也不会发展成为军事同盟 同时韩国政府也没有考虑追加部署萨德系统 对此中方回应称 希望韩方恪受承诺 我们重视韩方这三方面的表态 中方的一贯反对美国在韩国部署萨德系统 我们希望韩方把上述的承诺落到实处 妥善地处理相关的问题 推动中韩关系早日重回 平稳健康发展的轨道 30号西班牙加泰罗尼亚自治区地方政府 迎来西班牙中央政府接管后的首个工作日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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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